全家過去校門區那邊 然後我就直接被撞倒了 監視器左上角突然出現一輛車子 接著就看到一名男子 倒地滾了好幾圈 雖然第一時間男子趕緊起身 但不久後他又彎下身子 露出痛苦表情 所以馬上趴起來 對啊 因為我怕我另一半 他有受傷什麼的 但是對方走了之後有一點 那時候就真的沒有力氣 穿著紅色衣服的女友 第一時間急忙向路邊的店家求救 還試圖找停在一旁的駕駛理論 沒想到下一秒 對方卻借顧離開 而且不再回來 垂他的車窗 他就急加速就衝走了 停著 然後其他人就跑 然後一個下來過來找我們 他就說他不會跑 然後他要回去載他老婆來 回到派出所那邊的時候 不是同一個人 還是要墊著腳尖去走路 兩隻腳的腳跟都是有 被撞的歐先生 除了身上多出傷痕 也無法正常行走 他怎麼也想不到 5號晚上跟女友到高雄男子吃飯 結束後正要過馬路 就在斑馬線上被左轉的車子撞上 除了外籍身分的駕駛造逃 他們還懷疑對方 涉嫌要冒名頂替 很明顯髮型臉型跟穿著都是不一樣的 歐先生有這麼多疑問 除了自稱駕駛的二十幾歲越南籍男子 跟他們第一時間看到的對象不同 他們還發現當時車上坐滿乘客 但事後卻瞬間全下車鑽進一旁巷子 羅荒而逃 這個態度就是讓我感覺很不舒服 歐先生受傷後至少兩個星期無法工作 雖然警方表示經過畫面比對 證實現場駕駛跟盜案民眾 應該是同一個人 但訊息有限 加上車上落跑的其他四人 至今人身分不明 恐怕都很難讓當事人能夠幸福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